感谢神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平安的来参加聚会 那也非常欢迎我们所有的目道朋友 再一次来跟我们一起同享神的恩典 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能够给我们一些恩惠 每一个人都很想有被爱的感觉 但是在这人世间 真正能给我们恩惠 又不求回报的人并不多 那在这个生活当中 真正我们会真的感到被爱的感觉 也不是很多 但是很感谢神 神要把祂的爱白白的给我们 神要把祂的恩典白白的给我们 不用花钱 也不用你说什么 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就可以了 那我们到底可以从神那边得到什么恩典 到底主耶稣的爱有多大呢 我们下午就来 大家一起来体验体验 我们下午要继续请陈传道来跟我们谈一谈恩上加恩 我们现在就请陈传道 le pedimos al pastor Chen 非常的欢迎 非常的感谢 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的朋友 来参加今天下午的布道机会 非常高兴 好消息是一个非常好的字眼 我不晓得我们各位对所谓的好消息 你是怎么来定义 很多时候别人的好消息 不一定是我们的好消息 因为或许我们并不需要 更多的时候 我们根本得不到 所以圣经里头所定义的好消息 是怎么来定义呢 就是人人需要 而且是人人都可以得到 我想这样的定义 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可以同意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在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 我们所需要的 不一定我们能够得着 所以人人都可以得到 那这个真的就是好消息 所以传道者保罗他说 这个福音就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所以主耶稣所传的福音 这个是普世性的 是人人可以得到的 如果说有条件的话 那就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相信 那这也是对人来讲 就是最大的挑战 但是也不要紧 我们可以求主耶稣加添我们信心 如果我们觉得这个福音 真的是我需要的 我希望我能够得到 我们就求主耶稣加添我们的信心 为什么我说这个福音是我们人人都需要的 为什么我说这是我们人人都可以得到的 有时候这个所谓的好消息 我们要看是它的来源 从哪里来的 有时候这个所谓的好消息 我们要看是它的来源 从哪里来的 那有一些来源我们知道 那不可能的 那是谁给我们这个福音好的消息呢 有时候父母亲也能够给孩子一些好消息 但是有时候孩子会觉得说 父母亲只是在哄哄我 其实父母亲不会做的 有时候我们也会给朋友一些好消息 给他一些应息 有时候我们的朋友会心里会说 这个人只是讲讲而已 他做不到的 所以好消息是谁给我们的 这个也很重要 请我们一起来看圣经 以福所书第四章 以福所书第四章第六节 以福所书第四章第六节 这里告诉我们宇宙当中 只有一位真神 这里告诉我们宇宙当中只有一位真神 这个好消息就是从这位真神而来的 那他给我们的好消息是我们都需要的 他给我们的好消息也是我们人人都能够得着的 为什么呢 这里说这位神是超乎在众人之上 这就告诉我们他是那一位创造者 他是一切的源头 尤其他是一切美善的来源 再来这里说到说这位神他是惯夫众人之中 这就是说他认识我们 他知道我们 这个人相处当中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是 就是常常互相不能够真正的了解 在人家的生活是困难的 是困难的能够理解 有时候我们会很感叹的说 说了也没用 这个你也不能够了解 有时候我们会很感叹的说 这个你也不能够了解 很多的时候不被了解 就是人生活当中一件很苦的事情 这位神说 他看见我们 他也听见我们 他更知道我们生活当中的苦情 有时候有的人真的很了解我们 但是很可惜就是说 他没有那个能力帮助我们 而这位神他不但了解我们 而且他有能力来帮助我们 这位神他是住在众人之内 这就是说他不是一套的理想或者理论 很多思想家他们也给人很多的方法 很多的理论 但是我们常常说 那个是做不到的理想 我们常常会说 那是不会实现的理想 有时候我们说 那只是一套不实用的理论 但是这位神 他却是很实实在在的 活生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他将他的教训 他的道理来赐给我们 他跟我们同在 他的灵 甚至内住在我们里头 我们具体的来讲一下 那他到底到底我们可以从他来得着什么 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请来看耶和福音第一章 耶和福音第一章十五节 耶和为耶稣做见证 喊着说 这就是我曾说 那在我以后来的 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 这位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 他曾经以人的样式 带着血肉 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因为在外在上来看 他就是一个人 所以他安排了一个 这个耶和 来为他做见证 这个耶和 为他所做的见证的重点在哪里 16节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 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16 因为在他丰满的 我们都领受了 全都得着恩上加恩 耶和说 我们要从主耶稣 来得着恩上加恩 有时候我们从一个人 领受一项好处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我们从主耶稣 所要领受的 不是一样而已 是一样再加一样 再加恩上加恩 17节 律法本世界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这里说恩典和真理 都是主耶稣所要给我们的 总括来讲 就是 这个恩典和真理 那我们就具体的来说 什么是恩典和真理 第一个就是生命 主耶稣曾说 一个人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还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呢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每一个人对生命 都是看得极为宝贵的 真的像主耶稣所说的 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呢 所以生命是最可贵的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人的现况 我们都必须承认 这个事实 人的生命 会离开这个肉体 这个肉体 看得见的这个肉体 它一定会衰败 一定会朽坏 生命会离开这个肉体 那我们说 有没有生命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有啊 我们都可以 用很多的方面来证明说 是的有生命 因为我们都能够 很实在 很清楚的 看到 摸到 感受到 这些生命的现象 生命离开了一个人 我们就说 这个人走了 因为这个尸体 它不再有生命的现象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原因就是 圣经告诉我们 说 人 人类的始祖 他们患了罪 那所以人就会死 那其实 生命会离开这个肉体 这个也是一项的恩典 这是神的怜患 我们想想看 一个人 如果他会老 一直老 但是不会死 你仔细的想想看 这样是不是很可怕呢 这个生命就一直被锁在 这一个会老的 这一个肉体里头 所以很重要的是 这一个生命 它将如何 这个生命 它不是一个物质的存在 我们已经承认 相信生命的存在 但是没有一个人 有办法指出说 这就是生命 在显微镜底下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是细胞 我们没有办法 很清楚地来讲到说 这个是生命 那这个存在 而不是我们肉眼 所能够看得到的 这个生命 它离开这个肉体 那将如何呢 这个一定跟这一位 掌管一切的神有关系 我们来看主耶稣 他怎么讲 请看耶和福音第六章 看来看福音第六章 四十节 因为我父的意思 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 得永生 并且在末日 我要叫他复活 这里告诉我们 信耶稣跟两件事 在这里看 我们是为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叫做得永生 这个生命要去哪里 这个生命应该 回到他的源头 这个生命是由神所示的 回到神那里 这个就是所谓的永生 人都有一个归宿 要回到某一个地方的那一种 那一种倾向 一个温暖的家庭 到了晚上 我们就想回家 那是我们的归宿 那我们也有一个倾向 我们要回到神那里 为什么要信耶稣 这里告诉我们第二件事情 就是为了要复活 我们都知道 这个肉体 受到很多的限制 一粒沙子跑到眼睛里头 就让我们难受的 直掉眼泪 有的人有比较过敏的体质 在某些季节里头 很会流鼻涕 或鼻塞 我的小儿子 他小时候 有比较过敏的体质 他告诉我的太太说 妈妈我不喜欢我的鼻子 这小孩子很难过 他没有办法表达 他只能够说 我不喜欢我这个鼻子 所以这个肉体 它有很多的 很脆弱 有很多的限制 那信耶稣 我们将要有一个 互活 将来有一个 互活的身体 那是一个 跟现在这个 血肉之体 不一样的一个 圣经理 我们称它为 灵体 这样听起来好像 很抽象 那主耶稣 他传福音的时候 他也的确是这样子传 因为这个四十节 就是主耶稣所说的 信他的要得永生 将来 要复活 那其实这也是主耶稣在说 他就是生命的主 主耶稣就用一些事情来证明 他就是生命的主 生命在他的手中 所以耶稣让死人复活 这样的恩典 这样的能力 也常常 发生在 我们信主的过程里头 有一个姐妹 她的儿子 名字叫做恩多 恩典很多 一个做妈妈的 在要生产小孩 在益产期的最后一个月 通常有些地方 医生会叫她每个礼拜 都要到医生那里去检查一下 那这一个姐妹 她去 在最后的 去做产前的检查的时候 也刚好就是她生产的日子 根本是没有意料到说 她那一天去检查 就在那一天也生产 有些地方是 这个 这个医生的这个 诊所 跟生产的医院 是在 是分开的 那一次 主耶稣给她安排的是 诊所跟医院 都在同一个地点 产前检查也成为 她生孩子的那一天 这个就是说 她遇到了一个 紧急的事情 那个孩子生下来之后 那医生啊 一直告诉她说 这个 你的孩子活着 这真的是神奇 这个也让这个医生 是 这个 相当的 那个情况 是相当的紧急 所以难怪 这个医生 他说 这个是神奇 那当然对这个 生产的妈妈 其实也一向 也是 也是很 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这个孩子 接生下来之后 这医生 马上通知说 也准备为这个妈妈 要做一个 做一个手术 那个情况 是非常的紧张 因为这个医生 他意估 我们这个姐妹 他会大量出血 所以那个医生 呼呼说 那个开刀房 也赶快做准备 但是在神的保守 这姐妹 她没有大量的出血 那个开刀房的工作 都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她也没有 也不需要 去动手术 那一个 一个领受救恩的人 他也要有 这个神的性情 就是 我们也要分享 神的生命 也要分享 神的生命 所以不同的生命 他会有不同的表现 一个人 如果有神的生命 他会有神的表现 这就是有很多生活 信了主耶稣 他生活得到改变 因为信了耶稣 也有主耶稣的生命 有一个弟兄 他本来就是一个基督徒 那他的家族是几代 都在那一个教会里 那他应该是从小就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他长大之后呢 他却会长得叛逆 所以他不像是一个基督徒 那在几年前 他开始在想 宗教信仰的这一个问题 他决定说 他要重新开始 来追求信仰 因为经过了一段 好像没有信仰的 很长的一段的生活 他觉得 这当中总是缺少了什么 所以他还有一点点 信仰的跟在 所以他告诉自己 这个我所缺少的 应该只有从信仰里头 才能够找到 所以他就开始找教会 那有一次 他知道有一个真耶稣教会 那他也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去看 那有一天他就来到教会 刚好是教会的这个 在几半布道会 所以人相当多 所以他知道有一个外来 有一个木道者 但是并没有太多人注意他 布道会之后 他继续的来 安琪是上下午都有聚会 他通常只有参加早上 他开玩笑的说 你们好像都不太理我 所以我中午也不在你们那边吃饭 我早上祭完会我就走了 他说其实事实上是 每一次祭完会之后 他就好像 内心很感动 一直想要流眼泪 唱师他也想流眼泪 听道理他也想要流眼泪 祷告更是想流眼泪 他想说一个大男人 大庭广众之下 这样好像动 有事没事 这样流眼泪 很难看 所以他不愿意让人家看到 他一个大男人在流眼泪 所以每次祭完会 他就也不跟人家打招呼 匆匆忙忙的就走了 所以再来一次的 这个领恩部大会 他就自己报名要受洗 他决定他不让他的母亲知道 因为他想说 他妈妈可能会阻挡他 因为他妈妈在其他的教会 也是那个教会的执事 他想说 反正我做的是对的事情 等我在耶稣教会 一段时间之后 我才来跟妈妈讲 但是在电话当中 他太太忍不住的 跟他妈妈讲说 我们这个耶弟兄 他到真耶稣教会受洗 那这个他太太为什么会这样忍不住的 要跟这个婆婆讲呢 因为他实在看到他先生的改变 因为他实在看到他先生的改变 那其实这些改变 那其实这些改变 也是这个做太太的人一直想要的 那能够看到先生的这种改变 难怪他迫不及待的 要赶快的跟人讲 那这个做妈妈的 其实他也最知道自己的孩子 那这个做媳妇的 当然也不会在这方面来骗婆婆 所以这个做妈妈的 他对这个耶弟兄 他来到真耶稣教会受洗的事情 他也就不再说什么 所以我们不但领受生命 而且能够跟主耶稣的生命 能够分享主耶稣的生命 这是极大的恩典 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的 这个是我们可以得到的 再请看 耶稣福音十四章 耶稣福音十四章 耶稣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人活着一个很基本的需要 就是平安 在不平安的时候 我们总是会说 平安就是福 那我们的现况是怎样 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人 是指望平安 却得不着平安 这里主耶稣说 我要将平安来赐给你们 他使的平安 跟世人所能够追求到的平安 是不一样的 他所要给我们的平安 是那种超越的平安 那什么叫做超越的平安 请看耶稣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这里主耶稣说 这种平安就是在我里面的平安 这种平安就是胜过了世界的平安 就是真的有神同在的平安 在这里主耶稣很坦白的说 你们在世界上是会有苦难的 会遇见苦难的 这个是真正的平安 在苦难当中 而能够有的平安 这就是一种超越的平安 已经不会为了所看见的 所遭遇的而来受这些影响 已经从这个物质上 肉体上的平安 进入这种精神上 心灵上的平安 很多的时候环境是改不了的 但是我们的心境 却能够来掌握得住 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一件事情 事情没有改变 只是你看的角度不一样 你可以很后面的去看它 你的心境就觉得很后面 你可以用很正面去看它 你的心境就很宽阔 很光明 但是问题是如何能够 用正面去看它 问题就出在这里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信耶稣 能够得着这样的恩典 环境没有改变 但是我们的心境可以改变 常常在祷告当中 神来安慰我们 神来示力量给我们 神让我们把事情看得清楚 有一个姐妹 她很忧伤的 来为她的遭遇 来祷告 既然是忧伤 当然就没有平安 但是在祷告当中 主耶稣对她说 小女子小女子 你怎么样 你怎么了 声音对她说 你别伤心 你的家庭 主会开路 主耶稣告诉她说 你知道吗 在天上 你有一个美好的家乡 主耶稣跟她强调说 你知道吗 你要在这个世界上 守道理 天国你就有份了 好像是很简单的几句话 但是这个姐妹 在她祷告完之后 她真的就有平安 虽然事情没有马上的改变 但是她的心境 已经改变了 她不再忧伤 她不再害怕 当一个人心境 能够不忧伤 不害怕 她就能够面对事情 她就能够 去胜过那个环境 再加上神的应许说 我必为你开路 我们请再看 加拉太书第五章 加拉太书第五章 第一节 第一节 第一句话说 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那主耶稣要释放我们 叫我们得自由 自由也是非常的宝贵 在人类历史当中 有很多争取自由的 这种伟大的事迹 所以今天世界上 有许多多 所谓自由平等的地区 我们都生活在自由的 我们都生活在自由的地区 但是其实在自由当中 仍然有一些不自由 我们需要去看它 去对待它的 在自由的地区 不等于 我们就完全的自由 在自由的地区 其实很多人 还是生活在捆绑里头 有一次主耶稣 在跟这个犹太人 在谈道 这个犹太人 他们是不肯承认 他们是受 是有捆绑的 主耶稣说 犯罪的就是被罪捆绑 很多人是生活在错误当中 知道错 但是没有办法脱离 这就是一种捆绑 这就是一种不自由 不但这样子 还有一个无形的捆绑 也是常常人所不留意的 请看约翰一书第五章 约翰一书第五章 十九节 我们知道 我们是属神的 全世界都握在那 二者手下 这里说 没有接受主耶稣的 就是握在二者的手下 没有接受主耶稣救恩的 就是握在二者的手下 这是人常常忽略的一件事情 这是人常常忽略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的人习惯于 过着那种放纵 私意的生活 随着自己的肉体和心中 所喜爱的 去行事为人 好像很自由 随我的高兴 去过生活 其实自己最清楚 那是最大的捆绑 尤其当我们一个人 国家的法力的时候 当我们去面对着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亲人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说 我们实在不应该这样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自己 因为我们很多的人 是握在二者的手下 有些人是 很反对宗教信仰的 说这都是迷信 这个宗教是思想的 这个麻痹人的心 但是在生活当中 在经营事业的当中 为了要让自己的事业 能够突破这个难关 突破瓶颈 就想说要怎么来突破 想尽办法 自己的努力很有限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就开始 有人看风水 这个很有效 到最后 本来最反对迷信的 最后不得不跟着迷信走 因为人都有那个贪心 人都有一个极限 人都有一个限制 那人所找到的力量 常常其实找到的是 那恶者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他 会受这些迷信 来摆布 来捉弄 所以说要让我们 得到真正的自由 有时候人与人的相处 也好像被捆绑 人与人之间 不能够有一个 和谐的关系 主耶稣要让我们 得到自由 让人改掉坏习惯 让人改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让人脱离 魔鬼撒旦的摆布 上个礼拜的布道会里头 我们讲到 我们能够 有这个满足 人的努力 可以追求到 这种物质的满足 人的努力 或许也可以得到 这个精神上的满足 但是人还需要 还有一个层面 灵的满足 那这个灵的满足 不是我们人 自己努力 可以得到的 如果说努力的话 就是要努力 来追求信仰 努力的来认识耶稣 努力的来相信耶稣 因为主耶稣的教训 要让我们得到满足 因为主耶稣的灵 要来满足我们 以上所提的这些 各位想想 这是不是你所需要的 那这些也是主耶稣 祂应许要白白 事给我们的 是你的需要 也是你可以得到的 所以这个就是福音 我们一起唱十九十六首 耶税 好 谢谢 谢谢观看